我的提案叫做飛行傘計劃台灣啟動 這個提案的主要目的就是我們想要幫助逃到台灣的反送中的抗爭港人在台灣生活自由翱翔的計劃 那我的動機是在去年11月里大執展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是在我自己的Instagram Story上面有做一個小額的募資 那時候不到兩天就募到了大概17萬8 那時候就是有買了大概非常多的防毒面具和綠毒罐 然後我們是親自送到那個大學那邊的前線選手上 那當時就是跟了很多香港人聊過之後覺得我們其實可以做更多 那現在台灣的資源現況是 目前去年6月的反送中以來已經有超過200位的香港抗爭者到台灣申請庇護 那就是統計到今年6月那現在一定是更多 那現在目前政府提供的援助有就是 陸委會在今年6月18號的時候有宣布就是 香港人道援助光牌行動專案已經開啟 那它有設立就是台港服務的交流辦公室 那在7月1號正式營運 那他們就是其實也是有專責人員去負責港人在台灣的一些 投資創業專才跟就業就學的專案管理 但是應該說上上個禮拜我有參加一個就是港人在台的論壇 然後當時就是也有機會跟臨場所就在後面聊 然後當時聊完結果是其實我們有發現就是它窗口太少 但是需求太多 那結論就是台灣現在有提升對香港抗爭者的幫助 但是我們缺乏完善的庇護機制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有五大需求 那其中一個是 第一個是心理健康 因為其實反送中後超過三分之一的港人 他們有罹患很嚴重的創傷後壓力症後勤 那這也是只有統計到2020年的5月 那法律協助的部分就是 可以讓他們合法居留申請跟延長簽證申請 那就業就是給他們做一些職業規劃訓練跟 媒合工作跟創業輔助跟普通化訓練 那就學的話就是有一些學生逃過來 我們可以幫他做一些轉學的諮詢或是課程的銜接 那再來就是把這邊的香港人全部都口內在一起 幫他們做建立一個他們的生活圈 那我們現在其實 因為這個計畫其實才剛開始 所以其實進度還非常的短 那我們現在需要其實就是 只要有興趣的人 其實我們都很歡迎參加 那現在就是也會需要有前後段的工程師 跟UISR設計師 跟以上剛剛講到那些需求的一些專業的人士 那以上是我的提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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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